哈囉,各位好,我極度不專業 歡迎收看極度不專業DIY教學 OK,那我們 上一集說我收了一台褲籠 那是我同事送給我的褲籠 我的學長送給我的褲籠 上一集我說了我收了一台褲籠 那這是我學長送給我的褲籠 那我們進來看一下 好,我們這個外外觀啊 我有些地方想先處理 那這個油箱的部分 那你看這邊已經 欸,刮傷,對不對 好,那 這裡的話啊 我會先用一些比較簡單的方式去處理這個 因為每個人DIY的能力也不同嘛 我就想說找個方便 簡單的方式去處理這樣 來,那鏡頭我們拉近到這邊看一下 這邊 好,那這個我 像這種啊 有時候我會先拿這種布啊 最好是不是先洗過來 不過現在沒洗 然後弄一點酒精 好,這樣稍微擦拭一下 喔,其實 這裡看就很夠力了耶 好,再來 好,那這邊就比較難弄了嘛 那我們 來 我們有布的話 就可以拿布 那我有這個電動的 好 加這個海綿 好,這樣 去做一些 加一些水蠟 打磨一下 那這是水煙的去污水蠟 那山菜水蠟應該也是可以的啊 好,撒在上面啊 這樣啊 好,等一下啊 倒在上面 好像乳液啊 好像乳液啊 乳液啊 好 我其實已經有變 看得出來已經有 這邊有再變得更乾淨一點 好 接著我們拿布來示範一下 好 我們找一塊乾淨的布 那我們就這樣 找一個角落 唉唷太多了 找一個角落在 這樣就推 慢慢的把它 推掉的啊 其實我這樣弄下來已經跟一開始差很多了 其實我這樣弄下來已經跟一開始差很多了 剛剛那個角 你看這裡啊 黑黑的有沒有 有沒有 越來越淡 越來越淡 不見了 有沒有 我再示範一個 地方這樣 這裡 沒有發現這邊 比較大的那些都不見了 好 那 接著的話我就會 在自己啊 把這些 有髒掉 比較髒的地方 好 漆面比較有受受損 刮殺的地方 就是重新做過這樣 好 那 其實我們在整體車子 外觀其實也蠻簡單 因為像這台車其實 狀況也不會差到哪裡去啦 對 那 也十年車了 所以說有這些傷痕什麼 我都覺得 都是小事情 很正常的狀況 對 那我們在 如果再挑一些 總股車的時候啊 我主要會看 像前叉啊 避震器 之類的 有沒有問題 因為這些 是跟你 行車安全有關係 那也是比較大箱的東西 那這些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 外觀的部分 就像剛剛那樣 很簡單 就是水大打一打 它就可以把這樣東西插起來 好 那 好 以上就是為各位介紹這個 庫隆 那我怎麼去整理我們這個外觀 漆面的問題 用一些比較簡單的方式 其實花也不用花到一百塊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 按讚 訂閱留言 加分享 記得什麼 開啟小鈴鐺 沒錯 掰掰 而已 或者遵闊 那 Cheerio 開心 燈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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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